今天我们车队我从老家一共带了六辆车 先从湖北开始 湖北完了去的河南信仰都马店 然后我们到了山东 周城 山东辽城 山东闻上 现在最后一站到了济南的山河 现在就剩我们三台车了 其余的车都回老家了 我们是从5月16号出来了 我们也出来一个多月了 到我老家河北廊坊 这月底完活 大概我们绕的这一圈得有三四千公里 我们每台车保守的来说最低一辆车 到目前为止三千亩地方 每亩价格大概是四十块钱左右 根据各地区价格也不一样 产量也不一样 也分地形来定价格 总体下来一辆车大概十万块钱 从家出来我们最考虑的就是这个跨区的疫情方面 其实我们到了各地区都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尤其到了各地区的政府 很扶持我们这跨区的农机手 像做核酸来说 各地政府部门为了我们的收割速度 去地里给我们做核酸 给我们农机手解决了很大的困战 每个车上就一个司机 要赶上活级的话 我们也是连续十四五分小时工作 有的时候活要忙到就直接在地里边休息了 搭个简单的帐篷什么的 我们现在是每天吃喝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毕竟我们没有交通工具 没有车什么的 像买个饭啥什么的都很困难吧 今年我们在收割机上就能感觉出来 今年卖的产量特别好 因为每年这收割速度很快 今年有的很多地方卖的很稠 就是产量特别高 收割机走不动 今年卖的产量那个价格也高 订单也靠我这个网络上这快手平台 通过我这帮老铁的粉丝 对我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我到了河南竹马店这站 我们俩认识好几年了 没见过面 人家直接把订单把合同给我签了 这三千七百亩 接着到山东门上 全是这帮我的老铁 全都是给我 我一枚活了 然后给我联系活 对我们这个队伍吧 也有很大的帮助 非常感谢 我们转站的时候 要超过大约吧 超过二百公里以上的 我们直接上拖车 要是一百公里之内 一百公里左右吧 我们都开着 还得看看下一站的 具体收割情况 要是到那就能割 我们就是急着也找拖车 今天我用的这台设备是 雷沃GM100 在咱们这华北地区 也算大型收割机了 也算国内高端产品了 不用踩离合 车里边空调也很凉 今天这个首选的 三米七卸两桶 明年我还打算 买这个四米半的卸两桶 因为我往下的活 干得像是大货 每小时能多割五亩地 效率也提高了 要割大货 保守的来说 每天二百亩地以上 感谢观看